仁貝 老闆 老闆 你看就這樣吃東西而已啊 這方面就可以賣一片 有兩個就是106年117年都有糖尿病 然後都沒在控制 那52歲的陳先生 他來門診的時候是 就是說抱怨說他吃東西的時候筷子會掉 就常被他老婆罵 說怎麼常常掉筷子啊 他自己本身也覺得奇怪 就是有時候手指頭會有明顯的麻木感 那抓東西的力氣好像不如從前這樣 那吃東西的時候筷子就掉在地上還蠻多這種狀況 那一開始的時候他不知道說是發生什麼事情 以為他是說那個 末梢的循環比較差或是天氣能變10噸而已 但是他後來還是覺得說要來看醫生 所以說來門診的時候就來詢問說 這方面是不是有什麼狀況 他其實五年前就有曾經被檢查出說血糖偏高的狀況 但是因為他沒有其他的任何不舒服 所以他也沒有積極的就醫 後續也沒有再追蹤 後續就是因為說這樣的狀況 然後覺得不對勁說 那我們評估說他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初步的檢查就是看到說他的神經的表皮的痛覺感跟觸覺感都是明顯的失去知覺 那力氣方面有點輕微的力氣減少 那我們給他做一些檢查發現說血糖的數值是空腹血糖到270噸 然後糖化血色素到10.1噸 那進一步的又幫他做神經傳導檢查 有發現說他的神經傳導速度變慢 然後神經傳導的電位也變小 那是很明顯的一個周邊神經病變 因此就是說給他周邊神經藥物的治療 然後他經過兩個月的治療之後 症狀有再持續改善 那同時也讓他去做復健 他經過兩個月的復健跟藥物說症狀改善得還不錯 周邊神經病變他就是周邊神經損傷的一種 他是主要是神經纖維受到一些化學物質的破壞 或是說受到外力的傷害 那目前周邊神經病變的病人就是糖尿病是占最多 那周邊神經病變發病的初期他可能會有麻木感 或是說刺痛感 或是行動變得遲鈍 有些病人對冷熱變得遲鈍 或是說出現傷口 但是他並不覺得說那邊有什麼疼痛感這樣子 那如果說沒有即時處理 有時候傷口會惡化 甚至需要清瘡的治療 那糖尿病的病人的話 為了避免周邊神經病變必須要把血糖穩定的控制 那我們建議說飯前的血糖盡量控制在120以下 那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以下這樣子 那對於手腳的部分要特別的保護 那避免受到刺激跟傷害 那也可以戴著手套穿襪子來保暖 那隨時檢查說手部跟腳部有沒有傷口 請看7號會台